海妹死訊傳得沸沸揚揚 沒想到十二號晚間 官方微博發出一篇聲明 真的證實周海妹因病醫治無效 在十二月十一號離世 消息再度衝上微博熱搜 只是讓粉絲們真的無法接受 因為今年十一月才看到 周海妹出席活動 公開亮相 前幾天十二月六號也上傳抖音 和大家一起慶祝自己的生日 當時看起來氣色都還很好 也很活絡 但怎麼也沒想到才短短幾天 就傳出二號成為最後身影 其實周海妹屢屢被傳出 罹患紅斑性狼瘡 但她總辟謠說自己是寫小版偏低 直到前幾天昏迷入院 她的好友田啟文才證實 其實周海妹真的是 常年身受紅斑性狼瘡所苦 57歲的周海妹回顧演藝生涯 19歲那年以香港小姐競選 開啟演藝事業 1993年參與歌手張學友 經典之作 吻別的MV女主角逐漸展露頭角 歌曲推出後周海妹人氣跟著攀升 1994年在憑著倚天屠龍記演活了周芷若 打開知名度成為生涯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 一路到了2014年演出 五妹娘傳奇 有了新封號動靈女神 近幾年也來臺受邀擔任金鐘獎主持人 周海妹三十八年的戲劇人生就此停在57歲 女神中海妹五日僅離世 讓無數粉絲痛心 也不僅讓人回憶起女神 一路走來的戀愛點滴 周海妹一九八八年 曾嫁給大他十歲的香港男演員呂梁梁偉 兩人在國外低調密婚 不過相愛容易相處男 兩人婚姻僅維持一年 就已離婚劃下據點 之後女神認識一個小七歲的建築師男友 兩人愛情長跑十二年 還特地為了男友搬到北京定居 雖已亂及婚嫁 但終究沒有成婚 周海妹透露建築師男友多次求婚 希望她退出演藝圈 但周海妹不想吸引 最終只好和平分手收場 而離婚三十多年 周海妹也都沒有再婚 後來受訪被問到至今不婚主嬰 她表示自己是很嚮往自由的人 事實上周海妹曾透露 在家中養了六隻狗 笑說自己並不孤單 對於感情態度淡然 且很享受一個人 周海妹儘管沒有選擇再婚 但擁有無數粉絲的愛 早讓她心滿意足 精彩的醫生則注定讓無數人持續緬懷 閃新聞 尤海正報道